2022北京冬奥会正式落幕 虽然时间没有为这届冬运会多所停留 但是冬奥会带给世人的深情厚意却是永垂不朽 根据网上放出的一段视频 NBC旧金山地区NBR电视台华裔记者Jana Wang 在对北京冬奥会进行最后的连线总结时忍不住泪奔 他流着泪激动表示 我们玩得很开心 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任务 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 客观来说 因为闭环管理 再加上过去人们对于冬奥会的关注热情并不够高 很多人担心这届冬奥会将十分冷清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在运动员们第一次踏入北京冬奥会时 他们就被这里各式各样的数百种免费美食征服了味蕾 为充满黑科技的多功能主床所惊讶 被真挚热情的志愿者团队所打动 为高质量的比赛场馆所钦佩 更为憨态可居的吉祥物冰敦敦所疯狂 很多无法去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 都为这届冬奥会疯狂录转粉 更何况是亲身经历报道的记者团队呢 因为推广冰敦敦而全球闻名的日本记者 易敦敦 临走看到冰敦敦出现在他身后 送行时激动哽咽 那一幕也成为北京奥运会牵动人心的一个感人瞬间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但张艺谋用折柳记情的方式 鼓励离别的客人们勇敢前行 美国的单板滑雪运动员特沙默德 在登上回国的飞机时就控制不住泪水了 我太难过了 我会在飞机上哭的 我要哽咽了 爱你们 西班牙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毕博马格宁也用中文表达感谢 来自中国的如此多的爱 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 相距离开总有时候 这届冬奥会让我们看到体育的魅力有多大 更让我们明白体育可以凝聚共识 让天下一家的卓越理念可以深入人心 北京冬奥会真是一届史无前例的奥运盛事 期待我们能在不远的未来再次与奥运相逢